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年和抢红包 那在澳洲的这个华人会发现啊 这两年澳洲的这个过年的氛围啊 我们说的年味也是越来越浓 从以前可能只有唐人街或者说华人区的box sale 有一些张灯结彩或者说挂一些红灯笼 等等的云游会的活动 到现在我们会发现墨尔本大大小小的商场 街道像是一些这个超市商场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张灯结彩啊 这样子的举行不一样的活动 那前几天呢我在Walworth和Cose啊 也看到了小时候我的最爱 汪汪大礼包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年货 那当然我们说西人啊 帮华人来布置新年 那之前也会出现不少的这个笑话 那像有一年啊 我在Melbourne Central看到了一些这个 五颜六色神情诡异的兵马俑的彩灯 所以我当时在想 这位设计师呢 是不是只是在谷歌上面啊 简单搜索了一下中国 然后跳出来了几张图片上面有熊猫啊 长城啊和兵马俑 那偏偏呢 这位分析师不走寻常路 选了最不这个流行的这个或者最不常见的一个特色元素 啊就是兵马俑 那但是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啊 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成功输出的一个表现 那可能很多在咱们澳洲出生的这个华人孩子 对于这个春节啊 可能不会像圣诞节这么重视 但是呢 在中国长大的咱们的这个孩子 肯定对于这个春节的这个节日流程是再熟悉不过了 像是喝辣八粥啊 春节前打扫卫生除尘啊 或者说是准备年货啊等等等等 当然作为孩子呢 小时候的我来说最兴奋的 莫过于除夕夜吃团年饭 然后呢 放烟花 跟家人啊 一起看春晚 之后呢 穿上提前好几个月准备的新衣服新帽子 再去这个走亲访友 拿压岁钱 那尽管呢 我们说啊 现在国内的城市啊 慢慢也限制了放烟花 那新衣服新裤子啊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也是稀松平常了 春晚呢 是似乎也是失去了他原来的这个吸引力 但是呢 还有一场活一项活动 现在啊 让我们远在海外的华人也能感受到 这个大洋彼岸的这一个其乐融融 那就是线上抢红包 那之前呢 我们能看到这个最期待的这个春晚啊 现在呢 也沦为了我们抢红包的一个背景音乐 那不管像是微信红包也好 或者说支付宝啊 集五福瓜分几个亿的这种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也好 那让人觉得呢 好像没有这个抢红包的这个环节啊 就不像是过年 那这几年呢 随着电商的一个发展 支付宝抢五福啊 电商的APP抢红包啊等等 已经被我们现代的年轻人 纳入了过春节的标准活动 但是呢 从本质上来说啊 这些活动其实跟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 先金红包 满减优惠券 购物津贴 定金膨胀 满额返现 前几名送什么赠品等等 其实啊 都是属于商家满满的套路 他们呢 用几个亿 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的这些庞大的数字 再处于同样庞大的人群 那得到了红包数量呢 往往啊 可能只有几块钱 甚至几毛钱 相信在双十一买过东西的朋友吗 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假如我要买个手机 那A平台的商家甲呢 他卖4900元 那另外一个商家椅呢 他卖4980元 但是呢 可以参加满5000-50的优惠活动 那另外一个平台B的商家饼呢 他卖5000块钱 但是啊 他有现金红包等等等等 那这光光两个平台对比下来啊 就消耗了我大量的脑细胞 那更不要说 我把这几个平台的这个电商平台啊 全部做一个全网 全网挨个儿比价了 那这些商家呢 通过这些这个错综复杂的优惠活动的设置 吸引了原来预算 可能只有4500的这个消费群体 也能够买这个平时啊 需要5000块钱的手机 但是呢 前提是需要提前一个月拉群组队 让亲朋好友们点赞这个分享链接 凑人气 瓜分红包 本来我们说啊 电商是人类消费行为上的这个效率大跃进 那在像是这个没有电商之前 原来我要买一款商品 我要东一趟西一趟的去打听这个价格 甚至啊 还要这个为砍价争得这个面红耳赤 但是有了互联网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在商品购买上的比较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但呢 现在啊 这些电商又通过这种繁琐的优惠设置 把我们早期的这个消费者的福利啊 又给消灭了 那最近呢 那我看到啊 这个各大电商 像是淘宝 京东 拼多多 苏宁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年货节的混战 我相信啊 这周开始 可能大家的微信号就会陆陆续续续收到 很多国内的这个亲朋好友的问候 当然这里的问候呢 是打一个小引号 就是他 我们说的这个拉队盖楼分红包也好 集五福分红包也好 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 要看清楚的是 我们凑的只是一个节日的热闹 那相比之下呢 我自己啊 就更喜欢澳洲商家相对简单明了的活动 像是八折或者九折 满多少减多少 甚至啊 我们看超市里面的这个价格条里面也会显明 像是不同品牌和不同规格的产品 每一百克或者说每一百毫升是多少钱 方便咱们啊 做一个直接的比较 所以呢 相信咱们在澳洲过年的这个华人啊 在准备年货上就能少死很多的脑细胞了 那说到另外一个话题 刚刚呢 我提到提到了一个平台拼多多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拼多多啊 在前几年刚开始的时候 在国内是被消费者诟病为假货和这个山寨的平台 但是呢 它在美国上市啊 仅仅一年多之后 目前呢 已经打败了京东 成为了中国第二大电商平台 那它确实啊 这个表现是非常的让人刮目相看的 而且我们说它的广告 广告歌曲拼得多 省得多 也确实非常的魔性洗脑 让人啊 一听就难以忘记 余音绕梁 那很多人会觉得拼多多很低端 但是呢 我觉得 如果拼多多能够再被这个淘宝特价版 京东拼购 苏宁拼购的围角 围角下存活的话 我觉得它未来的潜力是非常无限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它对于消费者心理的这个洞察能力 那打个最简单的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的一个例子啊 在去年2019年双11的时候 我呢 收到了几个国内同学的微信 让我帮忙啊 点击一下拼多多的链接 他们可以领红包 我想嘛 举手之劳的事情就答应了 那点进去之后呢 页面跳转出来 让我去下载这个拼多多的APP的 这个小车 这个软件 那下载之后呢 让我去注册这个账号 注册完了之后啊 页面突然跳出来 一个巨大的窗口 上面写着 恭喜你 获得了119.23元的现金大红包 那我当时就震惊了 我在想 这个拼多多是做什么散财童子吗 后来问了朋友才知道 这个现金红包啊 确实可以提现 但是呢 需要凑到200元才可以 那怎么凑呢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需要把你的链接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他们每点击一个人呢 你就可以获得几毛钱的收入 假设 我们五毛钱 说五毛钱好了 那我现在的119元的红包 离200元的提现门槛 还剩80元 也就是说 至少需要160人 点我发出去的链接 这里有没有觉得 拼多多非常的聪明 这个160人数呢 不多不少 至少啊 我们说大部分人努努力 在自己的朋友圈 几千几百上 几千几百的这个联系人里面 还是非常有希望 可以拿到这200块钱的 但这发散出去的600 160个人就完事了吗 当然不是 他们啊 可能也会被这个充满诱惑力的 100多不到200块钱的 这个现金红包诱惑 去发散给更多的人 要知道啊 这个裂变的效果是非常高效 甚至是直接的 那这里呢 我就想到拼多多创始人 黄真说的一句话 他说啊 其实拼多多的核心不是便宜 而是满足用户心理占便宜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 微信啊 是目前全中国最大的这个社交平台 吓到这个三岁的小孩 上到80岁的老人 都知道微信 那跟京东不同的是 虽然同样被靠着腾讯 这个投资人的大山 拼多多呢 就很好利用了微信这个平台 把满足用户心理占便宜的感觉 做到了极致 因为啊 之前京东跟微信合作的模式 就只是在微信里面打打广告 而拼多多呢 是直接借助了好微信好友的关系 拉人来分享 比单人购买便宜 大概20到30块钱的一个团购价 由此达到了非常高效的一个裂变的效果 那虽然很多我们说的年轻人 不屑于拼多多 觉得是低端的代表 那是因为啊我们长久的生活在这个圈子里面 但是当我们走出国内的一二三线城市 往四五六线 甚至是乡村的城市走一走 其实中国啊 现在还有7亿人没有信用卡 那超过10亿人呢 还没有护照 所以拼多多面向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 然后供应方面呢 我们看到啊 尽管拼多多上面不乏这个低端劣质的产品 但是呢 这个生产这些产品的商家又是哪里来的呢 其实啊 这些商家正是淘宝升级之后 被越来越多的价格排位和这个广告费用刷下来的 低端产品的小生产的商 那供应两边的需求一对接 就这样成就了拼多多 那拼多多呢 在多年啊 接触了这个乡村的这个消费群体之后 自己呢 也搭起了一个供应链 把越来越多的销不出去的当地土特产 和这个农副产品向大城市输出 把淘宝京东没有做好的下乡扶贫工作给完成了 所以我们看到拼多多 从18年在美国上市以来 股价持续创新高 从20多美金涨到了目前已经40多美金 那尽管虽然拼多多现在有这个假货存在的因素 而被这个起诉的风险 并且呢 目前啊 还是处于亏损的状态 但是呢 我相信 这个像其他所有 这个像阿里巴巴这样子的电商平台 都是一个必经之路 而且说到阿里巴巴 那他呢 从2015年上市以来的四个春节 股价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在上个月啊 他也光荣的回归了上海二次 香港二次上市之后呢 我相信作为行业龙头的阿里巴巴 在今年的春节这个时间啊 依然能够交出令人满意的股价表现的答案 当然最近我的很多的客户也在问啊 这个目前美国的三大股指在不停的创新高 而且呢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局势下 美股会暴跌吗 那我的答案是非常简单 不会 至少在第一季度不会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美联储在12月份的时候 宣布将大力加印钞票来维持市场流通性 而美联储的回购计划能够看到 从2019年12月19日到2020年3月1日 美联储将在市场投放超过4600亿美元的资金 而这个回购呢 是从2019年9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是从去年的9月份之后开始 美股啊 可谓是一路高歌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美股股市有什么理由不涨呢 那另外我们能够看到 目前啊 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是仍然属于非常克制的一个情况 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 是非常小 因为双方啊 都知道不能打 毕竟美国啊 这个只有200多年的历史的一个国家 那就已经发起了超过200多场的战争 所以伊朗也非常的清楚的知道 不能打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小规模的摩擦 明理按理的杠一杠是肯定的 所以除开像是刚刚说的 股市啊 至少在第一季度 依然会不断的上涨创新高之外 2020年黄金是我们必须持有的 那我们GoMarkets团队呢 也是在上个月给所有我们的客户啊 发送了2020年投资机会的报告分享 当时呢 黄金的价格是1450美金 目标价1600美金 那我们能够看到啊 目前前两天 这个木标价格已经达到了 那如果没有收到这一份报告的客户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自己的这个客户经理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再见